-Dinnam Dol Z Maja 没有想过要生孩子 我可能就是比较顺其自然 不会说很想要 有两个小孩 我应该是不会生小孩的 我想要兩個小孩 我覺得現金資產不到一千萬還是別生了 現在生活壓力都很大 生孩子出來以後也要面臨很多很難的抉擇 或者是痛苦的問題之類的 反正我周圍的朋友就是 有男孩子就要女孩子 有女孩子就要有男孩子 我之前就是想說生兩個 因為我就覺得說兩個小孩的話 就是會在一起比我們大人的那種陪伴會更好一些 就是覺得成本太高了 如果有孩子的話 可能之後很多事情都會 不是很方便 因為需要照料孩子是這樣的 因為覺得是個很大的責任 然後我起碼這個階段沒有想好要承擔這個責任 我覺得這個是有錢人幹的事 我覺得普通人就算了吧 年輕人需要給這個社會供老的壓力會更大吧 然後生產那方面的話我覺得其實可能還好 因為以後都是會可能自動化的工種之類的 這些比較多 我還小吧 考慮沒那麼長遠 老人也可以工作啊 工作到老 就老齡化的程度太高 那肯定就會影響到製靈工作的人口數 就會像日本那種就是老齡化的一個趨勢 但是我覺得這個並不是我們一個人兩個人可以去改變的 如果它是一個大的環境和趨勢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 這個在任何的發達國家 或者說像中國這樣的 從發展的國家可能會跨入發達國家的 這樣一個情況下 都是很正常的 10%的人可能掌握了90%的態度 那麼你解決不了這個頻率分化的問題 讓大家多生不齊